今天我们来讲一个成语 叫杯水车星 有一天傍晚 有个叫赵大的人 砍柴回来 路过一个茶馆 看见里面坐着很多人 有的在喝茶 有的在乘凉 由于天气干燥炎热 赵大也辛苦了一天 就也想着先喝杯茶 歇歇讲 再接着赶路回家 他就把拉柴的车停在外面 也走进了茶馆 他刚喝完一杯茶 就看见茶馆外面一片红光 跑到门口一看 原来是自己的一车柴草着火了 火苗直往散窜 赵大一边大喊 不好了 着火了 快救火呀 一边跑进茶馆 端起桌子上的一杯茶水 往柴草上泼去 茶馆里的人听到喊声 也都端起茶杯 往车上泼 可是火不但没有灭 借助风势 反而更大了 最后 这一车 刚砍好的柴草 全都烧成了灰烬 赵大只能垂头上气 两手空空的回家了 这个成鱼比喻力量太小 解决不了问题 也许大家知道 在非洲的大部分地区 还有很多贫穷的人们 连饭都吃不饱 是活活地饿死的 联合国虽然多次运粮救济 却因为他们的人口数量庞大 而还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希望同学们 可以实时记住他们 尽可能地不要浪费粮食 如果将来有能力的话 也希望大家可以记住 帮助他们 哪怕只是杯水车薪 得罢了 不错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